大家好,我是村長梁思浩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怎樣可以聽到大家珍峰Show 如果沒有YouTube Apps 的朋友 而是用iPhone 的就可以去 App Store 裏面 打YouTube 然後安裝 如果用Android 電話的就可以去 Google Play 打YouTube 然後安裝 提醒各位,你需要 Gmail 開一個 YouTube 的戶口 有戶口的朋友就可以按這條訊息底下的連結 進來 YouTube 按下訂閱 按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每一條影片了 記得分享這條 WhatsApp 去其他朋友 讓更多朋友能夠感受得到 我梁思浩村長的正能量 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按進去會有Super Sticker 和Super Chat Super Sticker 可以選一個金額 送給我們大家增風騷 而Super Chat 大家可以自由選一個金額 去留言和村長或者其他人說 無論是問題還是打氣的說話都可以 提提大家除了逢星期一至五早上的大家增風騷之外 逢星期二晚上還有圓學增風騷 記得分享這條WhatsApp訊息給其他老友 讓大家都可以繼續支持村長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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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兩個聽眾全球環境早安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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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nny 今天挺好 Benny 為了就你私培推了我們雪山 Benny 穿不夠衣服 因為私培帶了一個毛毛毛 毛毛毛 Benny 剛剛這幾天我沒有出街之餘 我特地和你動棄後 衣服拿去乾手 剛才上班的時候 軟仔說好像不整頭不發妝 時間會比較好用的 我不整頭了 乾了完不用趕我先穿這件事 很快就可以出門了 我還以為你因為我們星期五那天玩你的陰夾 你立刻今天 沒有了陰夾 沒有了陰夾 你的陰夾厲害 好像陰夾 是呀 陰夾 是呀 你已經改叫陰夾了 是呀 我只看過你打村長那一字 我還沒聽完 其實今天村長跟我說 叫我很忍受 不要再對 他說他的村民反面 大家上網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是不是反面 還有今天有五千人就打了李斯盤 好好好 親自粗到打他的 一巴一巴 我當時說要把拳頭塞進口 我試試看好像Low家一樣 他把拳頭塞進另一個口 反正軟仔說我經常含著西瓜 我可能真的會塞進去 那天就說 他們兩個在裝你說話 是嗎 瘋子有份 你不要裝你沒裝到 我沒裝到 你後來還裝整夾 有片看的 大家幫忙去看看片 我扔了一個陰夾 所以那天早上你沒有打籤嗎 我沒有啊 你沒有感冒嗎 沒有串 但我那個串的夾是不是有不小心出鏡 總之每個人在裝你的陰夾 整個人在這樣滅一條陰 滅你的陰部 很麻煩 我告訴你我在五星盒酒店吃飯 我依然都在夾中 我總之一坐下來 跟指門拍完照之後 我又拿出來夾 可以了 知道你去五星盒酒店 不是大排檔 你不要再夾 你告訴我限聚令下 你五星盒酒店 你兩個人去 開房就可以了 開房四個人 是嗎 他多人運動 多人運動就OK 多人運動 四個 OK 在床裡面可以多人運動 你生意不夠 可以叫多兩個客人 OK 一次中三個 一穿三 或者三穿一 我說話是怎樣 你含著我西瓜說話是怎樣 那你知道 我說話就是這樣 他沒有了 他改了 現在多大聲 他今天口口抹大了 嘴唇撕裂了 嘴唇撕裂了 不用生氣 不要生氣 其實我開始節目的時候 是我委派 是你自己說別人生氣 你給我一個手指弓 打個兩鑊 是我委派 是我委派 軟仔 你說你對付我 他自己說 我不想你背一條數 是你自己說的 你不想我背 嘩 你大話 我把這件真事說給大家聽 梁書澳就說 你租質我 村民很喜歡我 被人租質的 嘩 你這麼壞 那些人租人 看你被人租質的 是呀 是呀是呀 我就租質你 發覺租質真的很多人看 那我又租質上了人 我不是又回風 就想著租質 想什麼方法 不然我怎會為了你 去買兩支棒 搞到車都被人撞回 二天劍陶龍刀 二天劍陶龍刀 為什麼會有這些武器出現 因為你叫我租質你 發生了一些非常好的效果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 你的節目裡面的設計 一直看 看看有沒有大家支持 所以所有都是設計 哄大家開心 今天不是打 我經常都說 這個時間裡面 大家未必太開心 因為全球的經濟環境 但是大家都可以 開開心心度過 早上兩個小時 這是我們肩負的責任 總之就是派開心給你們 這個不是 其實這個責任 這個當我已經不是責任 因為我自己回來 每天我跟我當兩個對付你 你就開心 然後我一個載你們兩個 又開心 對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是一個好輸法場地 會不會你們兩個加起來打 我會新玩法開心一點 你很少有得打人 你放心吧 你自賠 今天夠5000的話 就載你 一巴巴巴車過來 不留力 不留力 所以如果有很多聽眾 我覺得5000就20 那你就要叫做兩頭符 你們兩個頭在這樣 不停要對付叫做兩頭符 一頭符和兩頭符 我都是這樣 或者兩頭對一頭 一頭對兩頭 我都是這樣 是的 兩頭符 好厲害 你聽過叫做蠟燭兩頭燒 你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 蠟燭兩頭燒 就是說 糟糕了 接下來兩邊都燒了 兩邊都燒了 叫做蠟燭兩頭燒 我不知道國內有沒有這種 叫做兩邊左右夾攻 你都是慘的 這些叫做蠟燭兩頭燒 最近在國內 這個熱手榜裡面 有一個Terms 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很多人爭爭 爭爭可能地球上面 今天就剛剛 其實韓國公佈了的 叫做死亡交叉點 死亡交叉點 是的 也是一個很大的標題 韓國首次開了 有韓國 南韓 是首次有這個現象出現 何謂叫做死亡 就是兩頭的交叉點 在這裏 死亡交叉點 你知道這個點嗎 我問的是索文件三名 紅點 給你一個點 這個就是死亡交叉點 很大顆 西招那麼大顆 西招那麼大顆 也要用回一年才可以到這麼大顆 當然了 要用到這麼大顆 是嗎 是呀 才能夠好像這麼大塊的 吸絕了很久才有這麼大顆 是呀 沒錯 嘴巴也絕不到 這麼大顆 一定要用嘴巴 嘴巴 那些變態的 像梁思浩那些 他跟李師傅那天說倒數 那我懷疑他倒數 那我懷疑他倒數 就沾 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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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烈口鬼事件 烈口女 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 日本那個 不是日本 我們有個同事 有一次我們去這個 真真真真 一早就去找鬼客人了 拍戲 我們去新娘潭 新娘潭 不是新娘潭 Sorry 那個叫什麼 龍蝦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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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你舊居附近 舊居附近 舊居附近 避車柱那裏 是有個避車柱 難道那個是你 是 我握著一個紙 不是 他們說 那裏有個很大的 拍那些什麼 通常在TV拍那些什麼大的 古裝片 古裝片 然後去到那些什麼武林 那些什麼六大門牌 一定是那裏 龍蝦灣那條路 好像你想到瓦鈴就可以了 外面那條路就很闊的 進去真的很窄 進去真正有個大瓦鈴的圓形位 那個位 因為通常 再進去就沒事了 沒什麼的 因為那裏面已經是無人之地 周圍就是樹林 什麼人都沒有 人家放下飛機 即是放下打下放下風箏 打下可以嗎 打下都可以的 那裏有多休靜的 你帶上何小姐 何小姐都去 Banny 一起去做官禮 何小姐也有給官禮 官禮 來 我讓她升上去 看不看到 無人機 無人機都升上去 話說有一次他們就 不知道是開工 收工還是開工 這樣就開車 話說看到前面就有輛車 大家就要避開車 避一避 龍蝦灣 車就停在旁邊那裏 好想坐一輛車的那些女人 就在旁邊看一看 一看見到一個女人 對著她笑 是 口就是這隻耳朵邊 去到這隻耳朵邊 嘩 這麼寬 這麼大 這麼寬 嘩 真的嗎 是啊 嚇到她傻了 哦 其實她應該不是看到人來的 她不知道看到什麼 總之就看到車裡面 一看著她笑 是 如果大家在晚上的靈異節目 日本人不會在新冠肺炎下 以前日本人習慣了感冒或流感 他會戴口罩的 他們有花粉症 他們都習慣戴口罩的 接著發生了一件事之後 沒有人再叫人脫口罩了 就是見到戴口罩 就是裂口裏 很有名的 他們裂口裏這個故事 日本搞到是怎樣呢 日本政府宣佈 小孩子不用上學的 因為這件事 太恐慌 一個的傳聞 令到整個日本的小孩子不用上學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20年前 20年前 裂口裏這件事件是怎樣來的呢 裂口裏就說 我前陣子拍了裂口裏特輯 接著就說有一個女孩子 去弄牙還是弄毛 不深救她 接著醫生在弄 醫生就不小心有人叫她 她把手術刀剖開了她這裏 劏開了整個下額上面一邊刮開 她自此之後 她的口裏就裂開了 她為此報仇 她在街上經常都問人家 問她遮住口裏 頭頭那些人現在不敢 現在那些小孩子很害怕 接著就說 姐姐漂亮不漂亮 她專門問男生 她說漂亮 你回答漂亮就死 你回答不漂亮就死 好嗎 姐姐漂亮不漂亮 漂亮 她就會揭開口罩 我現在漂亮不漂亮 那你就說漂亮 更漂亮 你還沒戴口罩之前 哇 好漂亮 姐姐 就唯有這樣 那她下一站就會捅死小孩子 那你讚她 現在她說我比舅屎更漂亮 都捅嗎 我真的沒有天理 好漂亮和不漂亮 但後來你叫所有日本人 你問她 所以你戴口罩 沒有人叫你脫的 然後日本人 她一定不會叫你脫的 她又說 好了 你回答不漂亮了 還死 她不脫 我當然是不漂亮 然後她就揭開 然後就捅死你 要捅 那你就這樣 一脫就說 原來你不是不漂亮 你很漂亮 就沒事了 你騙她 好了 然後裂口女是怎樣 現在你凡是口罩 有人問你漂亮不漂亮 所以日本人戴口罩 如果你問人漂亮不漂亮 沒有人會理你 是 是 是 你戴口罩 不是 你先捅什麼 你先捅 你一問我 我把刀還捅你 你3721 什麼事發就捅你 你試試看 那些日本人 一有裂口女的事件 所以有人問你 你漂亮不漂亮 她說 不知道 我看得很清楚 然後她就說 你看不到東西 獻死了嗎 怎麼也有理由 後期是那些小孩子 害怕到不敢上學 所以日本政府宣布 停學後來 後來就派警方去那些路邊 搜查 裂口女 甚至最嚴重的時間 日本 是那些小孩子上學 可以叫媽媽 叫我現在小孩子上學 因為你知道 日本的小孩子 是自己上學 全部都是自己上學 才肯上學 哇 警隊卻沒有空 要做保母 幾個小孩子在那些臭 就一起上學 她們不敢上學 很大件事 那我想問一下牙醫 那牙醫呢 其實這是一個傳聞 是因為 她說有一個女人 因為自己毀了容之後 出來到處害人 變態殺手 就叫裂口女事件 那個牙醫就幫你做了 你另一個口 我這邊 所以我經常撿面 不是你這個口 不是你這個口 下邊 幫你裂口 突然間你多了 這方面的知識 多了這麼多 我們心夠過 對 她也是裂口女 男人看不懂裂口 對不起 我們不是裂口女 我們是大口女 我們沒有裂到 是大的 大口女 和大口仔 都是朋友 是的 那個交通詞 日本除了大口仔 還有大口女 OK 這裏說 兩頭 你知道中國現在很流行 談論叫做兩頭婚 我不知道你們認不認同 這個叫做兩頭婚 兩頭婚 這頭結完婚 那頭再結婚 好啊 我當然認同 記不記得剛才我說 南韓公佈了一個 叫做死亡交叉點 其實這一點 就是真正引致中國 中國的兩頭婚 OK 因為全世界都是一個大體 韓國最近公佈 出現了這個叫做死亡交叉點 是什麼呢 這個死亡交叉點就是 出生的人 不夠死亡的人多 就是死的人多 而出生的人少 那就是死的人 是不是這陣子 因為疫情關係 兩樣東西都是 通常這些環境出現什麼呢 就是打仗啊 就是有大災難啊 才會出生的人 是不夠死的人多 就是追不及了 追不及了 這個就是面臨國家的一個衰退的大徵兆 好了 這個是韓國 為什麼說回中國呢 中國因為你知道 就是一孩政策了很多年 是的 一孩政策了很多年 其實就是假設你私陪 你一家人啊 你一家 就爸爸媽媽 你和弟弟嘛 我很記得的 你一家人 我經常問 你是不是想過去提親 不是啊 你是不是想過去過問題 不是啊 你要計算一條數 如果假設你沒有你弟弟 就是 才 如果像中國那樣一孩政策 生了你之後 根本生不到下一個了 現在都沒有了 放寬了 剛剛放寬了 幾年而已 有一些呢 如果你是那些 農村 或者一些 一些不知什麼族的人 需要生產力的 是的 有一些有些特別的族的人 可以生多一個 可以生二孩嘛 但是跟著呢 以前就甚至你聽到 就是說 如果你戴了一套之後 你是第二個小孩拖你去 就是直接把你整個人拖去醫院 但我聽過的就是罰錢 是的 你生出來可以罰錢的 是的 好了 跟著呢 這個一孩政策裏面 令到中國的人口控制住了 這個不用增長得那麼快 但是第二個問題來了 兩個家庭 一男一女結婚 OK 他只是生多一個 那這個小孩 其實是歸哪邊呢 都是歸男家 即是女家就會斷了後路了 嗯 那女家 你的意思是說女家 因為只有一個女兒 就沒有兒子去計劃香燈 沒有 其實這個 那個姓氏斷了 沒有東西的這個現象 你出嫁從夫 這個自古以來是一個工作 一個中國傳統來的嘛 對 如果你根本你生十個 你生十個都是女兒的話 你都是斷的 你條馬 你都是斷的 但是 但是 政策底下 是不是現在男多女少呢 因為那時候他們說 如果你只生一個的話 通常 如果 所以不給驗是男還是女 對 因為女他們就不要了 就是個個都 因為做男輕女的關係 每個都要兒子 所以你看 譬如 我有幾個朋友 在國內領養小孩子 都是全部是女孩子 就是 她全部就是不要 她不要 她決定 她生了出來不要 那就有機會生一個第二個 因為就是兩個家族的問題 所以現在中國牽起了一個大的標題 就叫做兩頭分 OK 兩頭分的意思是怎樣呢 就是他們鼓勵就是怎樣呢 就是叫做 第一個生個小孩子 第一個生個小孩子 那就是譬如 跟男家姓 第一個 第二個就已經跟女家姓 那我覺得 就是等到姓氏不用斷 那你我覺得是這樣的 這些大家講好了的 沒有什麼所謂的 但是如果生第二個都是女兒的話 你生了出來的話 你一樣是斷的 不是 第一個 如果是個女兒的 那個女兒都是跟男家姓 跟爸爸 第二個是兒子的 跟女家姓 那如果反過來 第一個是兒子 第二個是女兒 那女家就只有一個女兒 這個純粹就是 你的幸運不幸運 就是沒有得爭 第一個 就是跟男家姓 就是第二 所以以後 叫做雙姓 什麼呢 就是譬如 一加兩個姓 是的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解決方案 一個解決方案 但是不是一個解決到問題的方法 為什麼呢 女家那邊 說她不想斷姓 就是她不想斷姓 她不想斷姓 性事不想斷了 第二胎 如果生個媽胎 兩個都跟媽媽 這樣就行了 是啊 有兩個都跟著 那不需要的 就抽籤 一來收兩個 鴛鴦胎 這樣 現在這個抽 抽誰的 姓王的 OK 沒得抽 已經說了 叫兩頭分是怎樣 就是第一胎跟男家姓 第二胎跟女家姓 以下下來就是 他們總結了那些四大特點 她說將來中國推行這個之後 接著就會是一個新的政策 希望大家可以跟下 沒有人要給兵禮 在這個兩頭分裏面 沒有人需要負擔任何的兵禮 在這個結婚裏面 全部都是大家share的 因為大家共同的 好了 這個兩頭分裏面 四大特點 很多人都說 都挺好 都算是新政策 男女平等真的可以做到 男女平等真的可以做到 那就叫做兩頭分 男的不叫娶 不叫娶媳婦 或者叫娶老婆 女的不會叫做嫁 OK 所以在兩邊 在聘禮上是不需要給對方的 兩邊都不需要 這個又奇怪 這個本來是說生兒子的 只是說兒子生出來 是幫你繼後香燈的問題 去啊去啊去啊 又變了結婚 結婚又不用給聘禮了 哇 傳統的習俗全部亂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這兩個人結合 第一胎是歸這一邊 第二胎是歸這一邊 所以大家共同是share了 大家有足數了 可能公平一點 所以對方在上面 都不需要給聘禮了 其實說真一句 聘禮那些東西 只是心意 不是心意 是女方想要多少東西 有些是女孩子給男孩子 女孩子給的 印度也是女孩子 韓國也是 這是大陸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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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問她 你有沒有車有沒有樓 你都寫我的名字 大部分 我都是首次聽到一個男人 有些人說是印度 她娶了一個印度的太太 她說你都挺好處 老婆嫁來的時候 又來 她說你怎麼會這樣想 她問過記者 她說你有沒有讀過書 你怎麼會這樣想 她說你知不知道 在印度人的眼中 她養個女兒 就是養了她人生裏面的四分之一 我要養她的女兒多養四分之三 她應該給我錢 她還收了二十萬 所以說你應該把這個法陽光大 給大陸的政眾聽聽 你告訴別人 這件事 你不是吧 還要收樓 又要收彩金 收禮金不是吧 我還要和你養多 你四分之三 還有我挺喜歡這個男藝人說 因為她是盲婚瓦架的 這個年代 這個年代還有盲婚瓦架 我看到一個訪問之後 待會過來聽一下 我就呆了 這個年代還有盲婚瓦架 喬寶寶 她說 她說盲婚瓦架挺好 她說我們離婚都很低 那些人問她 她好笑 她真是一個挺老實的 喬寶寶 她說你看張照片 你怎麼樣 你沒見過那個老婆嗎 沒有啊 看張照片 她看張照片 覺得都挺撿得過 我老婆都挺漂亮的 然後她說 到第一天見到她 她說 撞鬼我忘記了 現在有P圖那些 好壞 她那時候沒有 有啊 她說 她說而已 她那時候哪有P圖 不是啊 她兒子都十幾歲了 十幾年來P什麼鬼 不是 就是說她說 她在後期 你還說她老實 她在後期做過手腳 她是真人和那些照片 是兩樣東西 那她要不就是這樣 她找了帆高 或者找了這個 你畫一幅畫給我 這個就是你第二天的老婆 嘩 漂亮啊 一定是這樣的 不是啊 然後她說 那你有沒有什麼 沒事的 都已經定了 我們印度人是盲昏瓦架的 以前就算沒得執照 都可以執照 都可以執照 易容術的化妝法 易容術 很厲害 那些不是化妝 是喬妝 四層的節目 十幾年前又沒有這麼厲害 她有化妝 但沒有去到現在 她還要老實到 我喜歡喬寶寶的訪問 老實到怎麼樣 我當時看拼禮的時候 是這張 好啦 都挺漂亮的 到我看到她真的的時候 是這張 是不是肥了 這麼多年之下 不是 她老婆是比她大 她可能給她年輕的照片 和現在的照片 我覺得不是易容的 國休和舒淇 國休和舒淇 非成物業 就是這三個 就是我們當時 紅牌當時得領的 這個北海道四大名花 我請四大名花出來 就是我們 咦 都不是 不是 那張照片我們三十年前拍 時間可以毀滅一切 是的 那蝦寶寶還說 他說 有什麼 我們是 那個記者問他 他說這些印度人 是收女家的聘禮 他有好處 喂 他養他 都養到二十歲 是的 養到二十歲 我還要養到後面 我想問 那些男人 常常覺得那些女人 是需要養 幫你照顧家人 幫你打家務 那都是賺錢回來 要給他 是的 其實你讀過經濟 也有一個 那個 你那樣東西 越用越不值錢 是不是 你要叫他去學識 這個 他最好的時候給你 人生的高峰 最美的時候 養到最美的樓 給你 你跟著下去就慢慢貶值 貶值 是的 所以他就說 其實他沒有計算這個數 他沒有假給你 你就貶值 你不值租 但是他們說這樣好 那些人問他 你覺得這個婚姻制度 都沒有見過 第一晚就已經 這樣了 他就說 其實這樣OK的 他說 因為所有印度人 這個是每一個人的習俗不同 他說印度人很認命的 就是覺得天安排了 因為宗教問題 就是他自己選的 又是認命 因為他沒有談戀愛 他們沒有談戀愛 然後就沒有 照顧他 OK的 是大小一點 什麼都OK的 他這樣 又洗得又用得 什麼都這樣 就是他們用另一個態度 近度女人是很服從 夫家的 是啊 比較服從性比較高 但是他很好 那些人問喬寶寶 那你疼不疼老婆 當然疼吧 我們是整個家人 這件事 他說沒有什麼重要的 他家人 這件事 這件事 這次等於 中國這個叫做兩頭分 他說 現在大家就爭辯了 當那件事要爭辯得這麼清 這麼楚的時候 就很慘的了 就等於那個小孩子 現在要一個歸 男家一個歸女家 然後又要這樣 又要這樣 他說好了 你如果這樣劏開的話 上面都不要給了 聘禮那些 所以現在呢 兩頭分的新意思就是怎樣呢 就是如果你要贊成兩頭分的話 就是你如果要他生出來 兩個小孩子 一個是男家一個女家 姓氏都改了 就是第二個小孩子 是跟了媽媽那邊的姓氏的 OK 就是他們有後續的了 但是那個第二個是男是女 就是天素了 就是總而言之就是男的就是歸那邊 女的歸這邊 等於有些什麼 中國裏面有少數民族都是歸母性的 就是都是歸母性的 就是都是歸母性的 女兒角 是跟媽媽的 我又立刻想起韓姐 韓姐他們是的 韓姐跟媽媽的嗎 不是 就是韓姐他們那個民族 雲南 男人不是很重要的 男人是一支棍來的 是啊 就是男人 真是慘 一講棍我就想起遠際那支武器 王飛鴻 王飛鴻又來了 他說他們 因為雲南是走婚的 就是他們一種族 是叫走婚族的 如果大家有看開雲南的特色的話 他們晚上他要男人 譬如假設 遠行丹 是雲南西菇 總之不是西菇 冬菇 西菇很難吃的 冬菇可以炆的 有豬炒 煎炒煮炸 是的 我今天掛了一花在外面 是的 就是我今天有需要 就是打開窗 爬窗進來的 是啊 搞完就走的 爬窗走的 所以呢 雲南西菇也不用在門口 是的 所以 李師傅你家的密碼鎖 不需要 不需要 長期都衛生 最衛生的窗 你只不過在家裡 放條繩下街 那你就可以得到你需要的東西 是的 晚上就會有人爬進來 拿到你家的東西走 但是你記住 你爬進來之後 你見到手上的窗 那就不要緊 因爲第二個人爬進來 因爲第二個人爬進來 你爬進來 可能喜歡多人運動 他都說要四個人 他爬到三個人 他才關窗的 你又不讓人爬 所以到最後 那男人走了之後 我看了他們 他們有一個特輯 就是介紹雲南奏分族 他們很有趣 他們是母系社會 那小孩子 如果你有嘲嘲 即是你在他們的家族裏面有嘲嘲的話 我才不要 你只可以去到十二、三歲 家人就趕你走 男生 趕你走 那你不是走分族出來的 你十二、三歲就趕你走 是的 趕你走 原來你是雲南人 你便要去哪裏 你便不可以跟他們住 那你就要去哪裏 就去一班男人堆 因為那些舅父 即是阿叔 那裏有一間男人屋 那你十三歲便要去那裏 因為他們覺得你十三歲便危險了 學藝 他説你危險 不是學藝 學藝一早就學了 三歲便要學定 一記旁身 三歲小顆 甚麼窗都可以爬 所以他們十三歲便去那些阿叔 舅父那裏住 他們這樣交往的 一向都是 雲南的族人就是這樣 好了 這裡講到國內的兩頭分 這個就是第一點 就是不需要給任何評例 嫁取沒有這個字 即是兩頭分 一講就叫兩頭分 好了 那叫做第一項 第二項就是 生出來兩個兒子是硬性標準規定 兩邊都可以去有指責 即是兩邊 兩邊的意思就是大家商量 他說你買大開小 即是結婚的時候說 第一個是你 第二個是我 總之你一講了 生出來是甚麼 你都一定不能反悔 你明白 我不想說 有任何的殘缺也好 怎樣也好 第一個是你的 第二個是我們 講完就是 好了 如果第一胎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寫 第一胎很多人 媽媽都會抽羊水出來驗 或者驗 嬰兒有沒有問題 如果第一胎驗了 有問題 醫生就會建議 你不要了 因為可能有些腺心臟病 那如果這些嬰兒不生出來 我不要了 那你算不算第一胎 你錯過了機會 不算 一定要見實物 見實物 我見到這件貨 在陰道走出來了 她說破複產也不用出來的 那如果破複產要不要 那要歸誰 是不是歸醫生 還是歸醫院 還是歸公醫院 死你一個人爬出來 我今早不想罵你 去到29秒 你自己挖個洞來的 我沒有挖個洞 你可以不罵 不罵怎樣不罵 破複產怎樣 破複產也是第一胎歸的男家 有一定有人在洞裡出來的 搞氣氛而已 那些叫氣氛 你不讓別人罵 你真的不讓別人罵 你要心癢 我覺得 你那些粉絲說 我經常罵你不高興那些 你倒不如你看到村長這樣的格局 是人人得如豬肢 你早就要氣我 真可憐 Banny 拿武器 總而言之 生出來第一個 那就歸男的 第二個歸女的 中間有些什麼 譬如不小心跌了什麼 都是計實物計 清楚了 實物計 有實物 有貨 見貨收貨 沒有貨 沒有貨就快遞沒有送到來 有滴血 那不是的 你可以說什麼 第一個流產 第二個有 第二個歸我 我們要清楚告訴聽眾 不會 而孩子的姓氏是互相商量的 一般來說 第一個是跟父姓 第二個是跟母姓 又或者 有人是商量了 叫做父母同姓 父母同姓 譬如梁叔叔娶了一個 譬如說何小姐 叫梁何 梁何 梁何 梁何培 梁何 梁何 這樣叫師培 梁何 梁何 那當然以後福姓 福姓 福姓梁何 我每天罰抄自己的名字 不就很多 以後不罰抄你的名字 又不罰抄你的名字 又罰抄 整首詩的了 你知道嗎 有可以講到明 第一個跟父母姓 第二個跟母姓 就是誰先走 也是 也可以就是 共同姓氏 以後就真是長,我喜歡劉德華,我老公姓陳,你姓蘇, 司徒歐陽,陳蘇王,陳蘇王河,因為我喜歡劉德華加上陳蘇王、劉德華,很像人的名字 兩邊住,如果你認同是兩頭婚,也要叫兩邊住,不單止是南方,現在就這樣穿過去住,但不是的,日後就講到明,每人每邊住三個月 這樣也挺麻煩的,因為已經不是叫做藍交曬閃,有時候你知不知道差一個孫子玩,我聽過人,差一個孫子玩,只有她是孫子嗎? 我算是我的孫子,有一個新聞就是因為婆婆和媽媽爭孫子,然後隨便一個老人家放火燒她的家屋 是啊,她放火燒她的家屋,真的只是出了人家,那別的孫子在那裡嗎? 不是,不是,譬如今個星期六日在我那裡,下個星期六日在你那裡,可能花多了一個星期就來,然後就放火了 說真句,如果婆婆是這樣的話,孫子根本不應該在她那裡,很危險 不是啊,因為你基本上這樣,你怎麼適宜教授仔 你這個人這麼大的妒忌心,這麼容不下 是啊,我明白的,但當你不是他們 有時候人很有趣的,最近那套劇這麼受歡迎,它很貼地 《香港愛情故事》,它每一樣東西都講得很細節的 細節就是什麼呢?我是不高興的嘛 我是不高興的,我怎麼一定是要她作主? 不是,說幸好有人一個星期,已經是第五個星期了,我忍了你一個多月 其實是這樣的,我覺得其實每一樣東西,你首先去商量一下 我覺得後輩要理一下,你這些事情 不高興,不能夠作為一個大前提,去傷害 是啊,當然是,我不用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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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實說 你不要,譬如《香港愛情故事》不喜歡,不喜歡大曬嗎? 我覺得不喜歡不是大曬的 是啊 大家都有一個商量的餘地,不是什麼叫融合相處,什麼叫共融 你知道這兩個字很難的嗎?和諧 就學啦,學習的嘛 是啊,加和就萬事興 我和你都不可能和諧的,我現在就盡量忍你 我忍得很辛苦的,我都盡量和諧的 只是你忍我嗎?你真老老實實,這些事情 你又跳舞了,你又衝 不相忍的 真的,是共融的 我拜你這個,我拜你這個共融 沒有帶火水來 不是,因為為什麼呢? 國內很多的父母,其實我經常都很佩服一件事 在香港很少發生的 就是說,一個父母呢 你在香港工作,你放工你就回家 是啊 其實在大陸很多父母都是 出去了其他地方工作 然後小孩子就是被家人照顧的 是啊 其實不是每個爺爺媽媽都有時間照顧的 而且很多時候,你很難 你說這個其實有一個難度在這裡 為什麼呢? 很多不同的地方 譬如我這個杭州的 我娶了一個東北的 哇,東北的外父母不要去東北 杭州的小朋友這樣 你結婚了 是啊 那兩夫妻呢 一個可能去了北京打工 一個可能去了廣州打工 四散 所以對她來說,春運很重要 所以要放一個嬰兒子 譬如在杭州的媽媽那裡 你放了三個月之後 哇,你又大老院送她去東北 哇,冬到她媽媽都不認得 我覺得這個其實 是一定性的難度在這裡 絕對 這個問題 你如果有看國內的電視劇 經常都討論這個問題 是啊 我經常有看《爸爸去那兒》 有一陣子他們的攝製隊 去了其中一家人拍攝的 其中一個嘉賓就問我小朋友 現在你最想做些什麼 他說,我不想看 他說他就是想打給他爸爸媽媽 因為逢年過節 可能新年才見到 是啊,才見到一次 他拿著一櫃我就已經哭了 哭了 最近也是,最近熱搜的 有一段閉路電視片段 是 那小女兒來的 兩歲而已 她是被媽媽和爺爺抽的 她是被媽媽和爺爺抽的 你知道了,兩夫妻就出去了天津打工 就是在天津 其實那段片段是她爸爸拜出來的 就是她安了一個監聽器在走廊 就是那些外面的範圍 就是那些露天範圍 她看到那個女兒的一個行為之後 接著她決定 算了 我和我老闆請五天假 我回去看看我女兒 她的女兒 這段片段是大家可以上網看的 就是一個小女兒 對著那個監聽器 跟那個監聽器說 Hello 你是不是找到我爸爸 我爸爸很久沒有回來 你是不是在大陸的 是啊 他會說Hello 你拍得真的不像 你都不要說我插你了 Hello 他是不是找到我 不是啊 他喊那個很差 Hello Hello 你上網看這段片子先 那個小女兒 好 接著一直 因為她不會回答她 你知道那小女兒在下一格做什麼嗎 她爸爸說不行了 我真的一定要開車了 真的要開車 她站在那個監聽器在那裡對著她 就是 為什麼你不理睬我啊 我想找到我爸爸 他說你為什麼不理睬我啊 一直這樣 接著她爸爸看到這段片之後 她立即跟她老闆請假 她請三天五天 她說不行了 我女兒實在太掛念我們 沒有啊 其實她有大人臭的 所以其實呢 我其實是想說的 所以為什麼呢 你見到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呢 其實不單止她的小孩子 在這個情況下 你影響 她會不開心 她會 其實呢 其實呢 這個現象 那些父母出去打工的現象 你把這個現象 調回香港今天的社會裡的外容 就是離鄉別井打工的心態 是啊 其實我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用 因為我呢 我經常都要討這個心態 的 因為我長來長來都要出去外面做事的 是 我們會出去這裡去那裡 會整個離鄉別井的 所以其實你說看這片 那個心態很了解的 所以我就希望 喂 有融工那些 其實呢 都應該學會去 去 對個融工好些 對個融工好些 你給她一個 就算我離鄉別井 我也有少少 不要多 是 少少家的感覺 是 可以溫暖她 是 是 我覺得這個其實 不單止說 一些瘦仔在家裡 剛剛 又或者一些出去打工的父母 是啊 他們都離鄉別井去打工 是啊 但是一會兒我給了一個 大概是四天前 我看了一個挺有趣的 一個訪問節目 一個女明星 一個女藝人 我給你猜猜是誰 我回來會開股的 我開了她的名字 她就跟著說 哎呀我為什麼沒有一份工啊 為什麼我跟著她說 為什麼你沒有一份工啊 這樣 因為呢 她說我屁股生都淫賤 所以不給一份工我做 哎呀那個不妥是我 糟了 你不要說我這件事出來才行 我明天不開咪的了 你們小心啊 因為她說我屁股生的 人賤不給我上班 肯定不是我一個沒有 雖然我坐在那裡 她都說我淫賤 你淫賤嗎 我淫賤 哎呀 真可憐 究竟屁股生都淫賤 摸雲公公是誰啊 老闆 就是我 你的屁股生都淫賤 當然淫賤啊 大哥 我走過了 別人不看我正面 看我的背面 就已經想追我了 為什麼我這麼多追求者 不是想我有一個淫賤的背影 淫賤的背影 當然啦 我不是只有屁股淫賤的 我還有肩膀 背部 大腿 美容骨 腳肘 腳眼 我都是淫賤的 你有沒有聽到那個女藝人說 為什麼沒了一份工 在那個屁股生得淫賤 沒有一份工 我都是第一次聽她 她敢死在訪問裡說 那裡很精彩 那裡回來告訴大家 究竟哪個屁股生得淫賤 沒了一份工 你淫賤 誰淫賤 Hello 大家好 我是Donny阿朗 聖誕快樂 不知不覺我已經在大家珍峰Show這個節目裏面有兩個月了 我很多謝大家一直這麼支持我 為什麼我會知道你們這麼支持我呢? 因為我有看留言 直播的時候我有看留言 就算回家看重播的時候 我也有看留言的 由你們在留言區的留言 到聊天室的留言 每一個我都沒有錯過的 我很開心 多謝你們這麼真心一開始留言給我 告訴我哪裏做得不好 好 到後來你們經常發出那些笑呀 笑到哭呀 笑到飆眼淚的公仔 其實我真是很真心的開心 因為在我短短的演藝生涯裏面 其實我最想就是把我的歡樂帶給大家 令到大家每一天都是正能量和好歡笑的 那大家可不可以滿足我多一個願望 就是你們除了like我們的show之外 再幫我們share出去 因為我也想這些正能量和歡樂 在這個全世界裏面多些人知道的嘛 會是傳播快樂和正能量 是一種福氣來的 那所以呢 我在今天除了祝大家聖誕快樂之外 還要祝大家福氣滿滿 還有新年快樂 多謝了 我是當你阿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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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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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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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